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謀響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敵好 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謀響編輯部 還可以去到二台蒸香煲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逆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串流出去 好了,這一節我們又說說家閣,一些事情三合一 第一個就是,大家都知道在北美洲 加拿大和美國打疫苗都很順利 加拿大在某些州份甚至比美國更厲害 好像是BC省、安省這些都已經超過七成了 美國有很多都未到 但總體數仍然是美國先行的 既然是這樣,美國人不停向加拿大施壓 現在有個傳說 就是說6月21號 原本是我們這個True Do 加拿大就說我們封陸路 不給別人 但是呢 美國是不停施壓的 我引到你6月21的了 我們要7月開門 你不開我自己都開 你自己看路 這樣說 於是True Do 傳出來就是 好,我就開關 這件事 我就跟你開關 那即是怎樣呢? 但是有條件 條件就是 你證明你打完兩劑 我就給你來 剛剛幾個小時前 True Do也都證實了 我們現在考慮著 是怎樣做 考慮 那我相信呢 他會什麼時候決定呢? 就是看看 這個禮拜 去到七國擦拳風會 看到拜登的時候呢 就賣人情給拜登 那就 看看怎樣做了 就開了它 這樣想的 其實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放灰旅遊限制 怎樣吸引國際遊客入境 既然是這樣 他就已經說明了 我們不想冒險 以免爆發第四波疫情 因為已經是頂不住的了 民眾士氣和經濟 既然是這樣 兩劑疫苗是走不掉的 Exactly是幾天後呢 就不知道 但是美國那邊傳出來呢 就22號 但是怎樣都好 既然這個週末 這個11號 星期五、星期六 都會看到拜登了 到時就說了 是不是? 那就不用怕了 好了 我覺得 就是有一點事和躲不過的感覺 我始終都逼得牆 是的 老實說 人家現在放疫苗給你 不用你搞到好像 像烏克蘭、台灣那些這樣 台灣人家說75萬劑 那頭柯文哲都說了 寫張支票給你還沒過數 是啊 柯文哲都這樣說了 那你有什麼好說呢? 是不是? 或者給烏克蘭還給得多過你 哇!我們加拿大給多少劑? 真的劑劑打下來的 那麼 不過當然啦 你這樣做是要還的 還什麼呢? 就是幫這個 美國人開路 我們都說過 我們昨天有一節都說過了 加拿大的諸華大使 在四月秘密去了美國 一聊完 一聊完 民主國家 現在正是應對一個很勒手的問題 就是跟中國假交道那時候 應該怎樣平衡 商務、安全、人權方面的目標 他就這樣說的 2021年的中國 和2016年的中國已經完全不同 他迅速地擴大了全球的影響力 各國必須要學習 怎樣跟他共存 就是什麼呢? 需要明白 例如在氣候變化這些問題上 全球議題上跟中國合作 和當他在侵犯人權那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去向中國站起來 跟他撐國 加拿大的做法 是因應中國的發展而變 意味著當他侵犯人權 或者加拿大公民的利益 或者威脅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跟他撐國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加拿大和中國要建立 任何形式的長期關係 首先就要看看那兩個米糕是怎樣 就是康明海和斯伯佛 他們安全回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加拿大 要跟他打交道的第一個條件 正常交往你就要放 然後就說兩個人 兩個星期前用視像方式 跟我們的領事人員見面 但是中國不允許領事館派人 親身去見被關押的加拿大公民 在加拿大2018年的時候 應這個美國要求抓了孟晚舟女士之後 幾天大家都知道他 他到現在都未正式脫身的 老實說 中國不讓加拿大去見他是有防疫要求的 都未定 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但是怎樣也好 另外這位外長也都說過 中國是被領事館派人去見一個加拿大人 叫玉山江 就是一個僵獨分子 他是前維吾爾族的活躍分子 我們都介紹過他 他後來就移民了來加拿大 後來就去到烏茲別克2006年 那時候就被國際刑警抓了 再帶回去中國 一關就關了15年 當然這個外長就 我們說過了 食人茶禮就要還的 就在國會委員會那裡 就騷擾了很多迫害維吾爾族 很多證據那些東西 那些證據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哪裡來的 所謂證據 來自澳洲 就是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就是和武器製造商很有關聯的那個 每一次我們都要說的 ASP 現在是傳媒大坑梅度御用的 叫做中國問題專家研究組 說回昨天我看這裡的電視新聞 說有關於這些事的時候 他竟然提到鄭國欣 我真的拍桌子有沒有搞錯 政者稱呼這位先生是中國問題新疆 新疆中國問題專家 嘩我真是偶鬼 老作專家 當然他也同時間說過中國那方面的說話 那都算的了 不過這樣稱呼這個 這個計名九道的人 我是有點頂不住的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感情忍不住 氣勢到明 找什麼什麼 找笨什麼 找7分 笨7分 而我們的外長更加說 有國家主使一些人從事一些敵對活動 對加拿大構成戰略性的長期威脅 他們可能會破壞我們的經濟工業軍事 乃至於科技優勢 所以我們加拿大會和7大工業國的成員合作 抗拒外來干預 就一定要維護人權自由 良好國際秩序 這些東西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他指誰 那對於這位哥哥這樣說話 趙立堅先生也要回應 我真的覺得外交部很麻煩 很辛苦 很忙 很忙 人家說一句話都要回應 不回應又不行 因為他們充滿了敵意圖 背後很明顯 就由這個抹黑的情況出現 不回應 不回應他就說那就是默認 是呀 那是一定要互回的 這次是中央電視台那裡問 到底是怎樣 加拿大外長說這些東西 又說你逼協外交威權主義 怎樣做 還有康明海、斯柏佛 回國是加拿大對華首要工作還怎樣 那你怎樣這樣說 這次是趙立堅先生說的 他就這樣說 加方有關言論是無視基本事實 充滿意識形態的偏見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我要強調三點 第一 中國的發展關鍵在於走出了一條 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實踐已經證明 這條路不但能令14億中國人民擺脫了貧困落後 也令中華民族再次成為人類進步事業 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我們從來不搞什麼制度輸出和制度競爭 而是主張各國都走符合自身國情 和民眾需要的發展道路 彼此之間互相尊重互相者格 刻意將中西方關係圈掩為民主和威權之爭 試圖以意識形態或善 令世界各國標籤化 本身就是不客觀、不理性、不民主 第二 中國一直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 全球發展的貢獻者 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 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只有一套規則 就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一個或幾個國家沒有資格單方面定義國際秩序 更加沒有資格將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人 第三 脅迫外交這張帽子扣不到中方的頭上 中國已經多次就公民康加拿大公民 康明海、斯柏弗 講明立場 兩個人是牽涉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犯罪 被中國司法機構依法律逮捕並起訴 目前仍然在審理中 孟晚舟女士是在沒有違反任何加拿大的法律之下 被加拿大方無故拘押 現在已經超過了900天 加拿大方面應該反攻自省 糾正錯誤釋放孟晚舟女士 令她能夠平安回到中國 這個就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去兩個城市 一個是上海一個是北京 你們十幾二十架飛機 個個不跟航班飛過來 不公道 於是中國就將這些航班一下子減掉 減到一個星期只有八班 一間航空公司只有兩班 去兩個城市 現在加拿大就出了一招 就說你們要在你們開學之前二十八日之 你由開學到你二十八日 由開學計算到數二十八日 在這二十八日裡面落地 加拿大才會承認你們這班留學生的簽證 已經有些留學生說 他打算減這個月過來 結果拿著把留學生簽證 去到關口說不收你 扔你回家 很多人現在很厲害 二十八日機位又不夠 怎辦 難道真的坐包機 包機沒有那麼多人 六萬五 我意思是你是不是個個都肯 你是不是個個都肯包機 有些人覺得不如算了 不要回家 住人 是啊 那到底是怎樣 而且你這樣做 會不會影響到人們不來加拿大呢 是不是 生氣了從來加拿大有保 五二問過來 那怎麼辦呢 那不就把BNO組合 是的 是的 你想一下 澳洲人們就打算去加拿大 和BNO組合 那如果加拿大都去不了 只剩下BNO組合 BNO組合 他比較寬鬆的 那些邊境限制 是的 這個限制是對中國的限制 但是其他國家不理 看你可能可以記搏機 但是這樣會影響到一個地步 會不會那些人 不肯移民加拿大呢 是嗎 嗯 大家都看到留學生 看到怕麻煩 就不敢再來 我看見 那是黃油 是的 那現在呢 是的 於是現在加拿大政府在今天 那個移民部長 就宣告了 我們就會 為在這裡工作 或者畢業的 專業香港人 在這裡工作畢業的香港人 提供 永久居留權的兩個新途徑 真是 現在就在想了 怎樣又去找一些香港人的錢 的什麼 第一個途徑就是 申請過去三年 在加拿大專上學院的機構畢業 即是大學畢業 其中至少有50%的售課時間 不管你是上網的還是現實的 要留在加拿大 那你就可以申請的了 加拿大做全職工作最少一年 或者透過兼職 獲得相當於一年的工作經驗 但是如果你是全職學生 的兼職 或者智庫人士 是不是計算裡面的 但是他們需要在申請前五年來 獲得加拿大英雅 我的專上機構畢業 或者外格商同資格才行 就是說 總之你在這裡工作過 全職一年 或者你兼職 等於一年的工作經驗 它算你一個星期八個小時 一千五百多個小時 那你就可以申請了 你做兼職過了一千五百多個小時 但是如果你是半工讀就不算 你是自顧人士的 也不算 那如果你是持有特區護照 或者BNO護照 都是可以的 那就是因為你拿到特區護照 和BNO護照 而申請到暫時的加拿大居留簽證的話 而且有意住在灰北黑以外的地區 它不是灰北黑有自己一套的 那呢 外德華王子到咯 對,外德華王子到咯 要很多人 要很多人 對,不錯的 這個中間的事情我不可以說太多 很多古惑招 這些我不說了 是吧 我們不會教別人做壞事的 就是這麼簡單 我只是說曾經有一個人 在外德華王子到咯 開了一間酒店 三四十個人都用他的酒店 去做踏腳石 結果就被王家奇警抓了 移民告他了 就是這樣 或者做兼職做過一年 你就可以了 基本上都是方便任何人來申請的 和上次我們說 有一次我們說 你是做任何職業都可以的那種 譬如說 你是做醫療業給你進來 做Essential Worker都給你進來 什麼叫Essential Worker 他列出所有東西 基本上是所有的工作 那挺好的 說句老實話 是啊 你讀書都可以的 那麼9萬名 誰知道一去到你網上認證 結果就輕了遊戲 搞爆了移民部部機 那部電腦的伺服器倒了 那這次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很狡猾 他說這個安排在6月1號生效到2026年的 8月31號為止 但是我喜歡什麼時候取消就取消的了 嘩 這麼狡猾 是啊 其實講穿了 就是 總之你現在肯留在那裡的人 不離開加拿大的人 當加拿大是水語的人 我就讓你進去 但是有名額的 但是現在還沒講名額多少 有名額的時候那些人就會去按機 又弄爆個伺服器 說它就說是香港人 其實是什麼人都可以 說就是香港人 當然是說得這麼漂亮 如果是什麼的話 如果是什麼都刻意的話 應該很快刻刻刻 叫做什麼 簽證在那裡 特快批准了 現在他都不會 不一樣是按手作 那些條件就差不多 跟其他 因為他吃過香港人 90年那一陣子 吃得很開心 就想再吃一陣子 老實說 如果是某些專業人士 與其留在澳洲 不如試一下這邊 我相信那些食物都應該好吃一點 那當然了 不用說 我們不贊成 我們不贊成 人家未經思考去移民 先戴上頭規 絕對不贊成 你才好來 不要到時候又怨了 都是家產生衰 對不起 你想清楚 那好吧 對不起 我們是沒有叫人移民的 是審慎你們 審慎 你想清楚 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條路 好了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